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在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那我真的是跟他认识非常久了 对已经久到就是说 他现在人已经非常遥远了 但他常常每次有回来台湾 我就会邀请大家到节目中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近况 因为我觉得他的近况是非常特别 因为他是上班时间 每天都要几乎都要到美国白宫的人这样子 好我们欢迎的是美国之音在白宫的记者 就是黄耀义 嗨坚恒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耀义 对那黄耀义呢 其实来过我们的娱乐一世代好几次了 那这一次来这次来又伴随在美国总统来亚洲吗 这次没有 这次是我私人自己的这个行程 家庭旅行吗 对所以到台湾 然后但是就想说我在去年 其实也跟拜登总统有几次出访的这个经历 然后也想把我这样子的经验 跟我在当地接触到的风土人心跟音乐 来分享给大家 是这样 因为那个你上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 你也是跟拜登一起出访嘛 对吧 对 然后你就在很多的地方 有那个小剧场 对 我还记得去到韩国那个时候 在首尔 你觉得蛮有趣的 对 你就想要喝到那一碗汤 对对对 猪骨汤你还记得 对啊 对而且你那个时候还拿到了 就是在在美国白宫 才才拿得到的那个什么 那个是免疫的签 签证之类的 免签对 免签 那个时候还是疫情 对对对对 是疫情期间 所以日韩基本上都是有规定说 你一定要什么 要阴性啊 然后还要隔离几天啊 对观察 但是你要跑新闻不可能嘛 跟着总统跑 后来就是白宫 帮我们做了一个 像外交泡泡这样子的 我们就可以团进团出 对 我记得去年好像我们聊到了 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另外你还聊到了 你到白宫参加记者会 然后呢 那个门打开 是BTS走进来 对 超surprise 对啊 然后还创下你的Twitter 最高的那个 最高的点 对 那个点赞率 而且是非常快啊 大概一小时之内 就已经到百万 哇天哪 这个Army太厉害了 哇这真的是超级流量耶 对 对好像隔了一年喔 对 一年喔 一年又过去了 对 所以这一年你也常跟着拜登总统到处去这样 是的 所以去年呢 跟拜登总统去了两次不同的地方 一次就是去到这个日本 然后在那边参加这个所有的日本的G7 其他工业国的这个峰会这样子 到日本的广大 对 然后在广岛之后 我有稍微在日本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地区 地区 对 在那边旅游 每次看到他那个报纸 好像旅馆报纸 中国新闻 我想说这是哪里来的新闻 对 好 因为在日本有一个地方叫中国 对 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地方这样 那 当然他也有中国电视台 对 中国电视台 中国报纸 对 可能也有中国广播公司吧 我在想 对 所以后来我听说也是后来有些日本人他就为了避免说跟这个中国 他现在很多人都讲说山鹰跟山羊 对 对 没错 好 所以呢 在那个你的一整年里面有几次出访的经验 但在每一次的经验里面 你都为自己其实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回忆是吧 是的 所以呢 像在日本这一次呢 我就是在去完广岛之后 广岛本身就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对 对 那我待会来分享一下 然后这我也去了松江 还有去了玉兆温泉街 在那边就有很不一样的日本的风情 那也去了初云 就是那个日本神话的起源地 你是特别喜欢日本吗 对 我还蛮喜欢 对嘛 我记得你打太鼓对吗 对我打太鼓 对 然后而且很巧是我去这几个地方啊 我订的旅馆啊 每一家都是温泉旅馆 对 我也没有故意去订 但是我入住之后他就说 哦这边有浴衣可以换 然后对 所以就是每天都洗完全洗得很开心 对对对对 其实在日本的那个一般商务饭店 也会有大浴场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他们就很习惯哦 就是明明房间里面就已经有浴室了 大家都还是要换上浴衣 然后到大浴场去洗澡这样 对对啊 那所以我先讲一下在广岛经验 因为是先到广岛去嘛 那其实要飞广岛还不容易 就是我还要先飞到东京 再从那边再转 嗯 然后广岛机场其实非常非常 比我想象中小很多 是非常小的一个地区性的机场 那呃 他他也是国际机场啦 也好像有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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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广岛的时候 前几天峰会期间 当然大部分都是都封锁嘛 哦 因为那时候拜登飞广岛 对 哦 世界领导人都飞 后来连那个乌克兰总统哲联斯基不是也是突然 就飞去了广岛 他做我法国总统的给他拍的专机 飞到广岛这样子 所以这是戒备非常非常森严 对对对对 然后整个的风路啊什么什么的 我那时候后来他后来解封之后 我再去百货公司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因为他们有 我觉得日本做的那种小礼物都做得非常好 虽然峰会其实也有送很多小礼物 每一国都会有不同的小礼物 然后日本做的是一个用丹宁布做成的一个小背包 然后上面有一个木头做的写的G7峰会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非常好看 然后我就背了他去shopping这样子 结果呢 那个店员一看到就说 哦 你是来参加这个的哦 然后我就说 对啊对啊 听说你们这个风的就是风的蛮严重 他说 对 他说 I was horrified 他说我快吓死了 世界各国的重要元首都来到了广岛 这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 对啊对啊对啊 虽然峰路峰的很厉害啦 但这也是必须要让他们每个人都平安啊 对 有一个出差错也不行 就不行 对啊 所以像他们我也有去到岩岛神社 就是那些领导人都有去的地方 都有去岩岛神社 对对对 然后后来我也跟着跑去 就在同样一个景点拍照这样子 假装我也是世界元首 那你有跟拜登合照过吗 没有 好像平时不会来给你合照 对 然后可是呢 我觉得有趣就是说 我也有在街头就做街坊 就是例如说当地人 有些人就说 对我们就直接公司就放假 三天 对对对 学校直接就放 就是休这样 这样比较方便 对对不对 然后因为可能他们捷运或什么 也都是暂时都先关闭 然后我也遇到的外国的这个游客 遇到新加坡人 然后他们去 他就说 结果他们就很不开心 他就说 结果所有的景点都被封起来了 对 我们都进不去 对 如果那个时候游客去的话 基本上很多地方都去不了 对 他就说超不巧的 还有人说 好我直接 本来说广岛要住一晚 现在直接就杀起东京 这样子 对对对 但有一个地方 就是广岛的那个原爆国博物馆 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对因为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广岛 对第二颗在长崎 是的 对那所以那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区 也是为什么日本选在那边 就是尤其这个乌尔战争 然后我们知道俄罗斯人都有威胁说可能会动用核武器 所以他就是要提醒世界这个不是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这种圆报然后当然圆报博物馆在封闻期间也是封锁了 然后之后开放了之后我就去参观 那我的印象很深刻就是呢 在那个圆报的圆顶那边呢 我在遇到一些一个一组外国观光客一对青年男女 然后他们还在嘻嘻笑笑的比叶 然后我想说这个明明就是大家被炸死的地方 对啊 但是后来我们到博物馆里面 博物馆里面很多陈设就是当年的一些遗物 或者是什么小朋友怎么样了 然后结果现在是烧着只剩下裤子之类的 这样子很悲惨的一些的东西 然后我也遇到那一对同一样的外国情侣 但是呢 他们就变得很严肃 然后我终于知道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 对 他的历史是这样 对 但是我要特别提到一点的是呢 我在那边有一个很很很奇怪的一个经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当全这个全部的这些观光客大家都在看 然后还有人在唾气哦 因为例如说我看到一个脚踏车 他说这个小男孩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后来就是爆炸的时候就死了 就他爸爸把脚踏车埋在后院地底下 埋藏了几十年之后 他终于觉得我可以走出来了 再把脚踏车挖出来捐给博物馆 好悲伤的故事 对 然后就很多的游客就是一边看一边唾气 这样 有没有 突然之间我就听到了 有非常非常大声的一群游客 操着中文走近 然后他们就在嬉笑的这样子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个女生就讲说 这些孩子真可怜 然后旁边就有一个男的 就他的团员就很大声的纠正他说 日本人是自找的 然后 然后他们就哄堂大笑 然后当然其他的游客可能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对 然后但是我就 我当然就知道 我觉得很不妥啦 然后但是因为他们继续的嬉闹跟嬉笑 导致了全场的游客就这样 噓 噓 噓他们 全部哦 这真的那个地方 如果你去了那个地方 用这样的态度 对不对 对 对啊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那是我一个很难得的体验 这样子 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就是有这个历史的沉重感 对 其实你到世界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场所 比方说我去以色列 就会有犹太人的纪念馆 对吧 那都是非常伤痛的过去 对没错 那真的很可怕这样 对 好了 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个历史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 这样 但希望也从历史能够得到一个借境 没错对 所以他 然后除了这个比较这个沉重的之外呢 当然在广岛呢 我有一个开心的一个发现 对 他去逛了唱片行 对 我看到的一个唱片行 Tower Records 是 我一直以为他已经全世界都倒逛了 你觉得都没有了 对 然后我看到实铁唱片行 让我非常非常兴奋 对 然后呢 你就 你就买了 对 我就在那边试听 就听到了这个日本的一个乐团 叫做Dogus 他的这个专辑 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的歌曲 祈祷 回到了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今晚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朋友 他是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 黄耀毅 嗨 大家好 我是黄耀毅 那黄耀毅呢 在前一阵子 就是也跟着这个美国总统拜登 去了那个广岛参加那个 G7的峰会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真的很难想象 我的朋友竟然有人会参加这种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广岛参加我们刚刚也谈到 历史文化很深厚的一个地方 二战的这个原子弹的历史 那么我还记得最后一天呢 我们是这个日本的首相 岸田文雄盖记者会的时候 我也有去 我就坐在他前面 坐在第三排 但是我们是在露天的场地 为什么就是在那个圆报的 那个纪念公寓 他有一个小女孩 然后那个小女孩呢 他旁边都被大家就是用那个纸贺 在那个地方为了这个和平的呈现 他有一个永不熄灭的生活 对对对对 其实我自己的家人是 是在长期原报的时候过世的 我的舅舅 所以是在那一场的这个灾难当中发生的 对对对 就在长期的原报这样 那我后来从那个家人那边 就是听到了就是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才知道说 其实呢在那些故事里面啊 当年因为原报的关系 真的是惨不忍睹 这整个社会整个国家 几乎就是去掉半条命了这样子 对对 所以我看到他原报博物馆里面 其实他一直在强调 我觉得这也蛮比较正面的一个做法 德国他们在面对纳粹历史的时候 也是一样 所以我看他原报博物馆一直在强调是说呢 我们是要记取教训 不是要告诉你说这些人有多可怜 对对对 他就是说我告诉你这个原子弹 本身是有多大的杀伤力 不管发生在谁的身上都会是一样 没错 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什么人 只要你是人 生物 你就会变这个样子 对我们祈祷世界和平了 对啊 前一阵子光是一个COVID-19 搞到大家哪里也不能去 对不对 那你就会知道说其实人类是很脆弱的 是的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什么人定胜天哪有 对不对 好刚刚我们聊到了一件事情 你去了广岛的Tower Rekers 对对不对 其实Tower Rekers有很多他会有一个当地的音乐人的part 对对对视听区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听到很多很独特的音乐 所以我其实我刚刚那首歌也就是在这个在那边听到 对对对在视听区一首一首听下来对我那天最后只买了两张唱片这样子两张CD啦 然后都是日本团一个就是刚才这个Dogus另外一个叫OAU他是很有趣是日本团但是他唱的是世界音乐 所以我觉得很多日本其实很有趣的一些音乐呢我们可能在一般的这个公共媒体上听不到啊 因为因为日本真的是很多元啦光光是你说这个音乐这一块我们知道的都还是主流提供给你的为主啦 那但是像我去那个冲绳我去冲绳的Tower Rekers我就是很爱逛他那个冲绳那个部门 那我我一进去都可以好几个小时 因为我本身就很热爱冲绳嘛 然后他们的音乐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然后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他们会做一种很棒的那个remix这样 就是把那个文化做的让你觉得哇这些人做歌好有创意哦好好听哦这样 所以我都花很多时间在那边试听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实体唱片行还是还是蛮好哦 对真的对各位接下来这首歌呢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所以在广岛之后呢我们就去了这个松江市 然后还去了这个松江市南部的一个玉灶温泉 那走在玉灶温泉呢有些人可能去过你可以穿着玉衣 还有这个豪卫雨滋就走在他那个街上 感觉就很有很有那种昭和时代感 然后其实那天那是五月但是晚上的时候呢 其实还是蛮凉的 其实非常非常舒服 然后温泉的那个小溪这样流过去也是蛮舒服的 然后我一路还走到他有几个神社啊几个庙啊 是有点恐怖的到晚上的时候 然后就看到狐仙 应该叫狐仙就是他的雕 狐狸吗 对就是那个稻荷神的雕像 白天看起来的时候觉得蛮可爱的晚上感觉 有点尖笑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但是我都有拍拍照然后就回去泡温泉 所以然后我就就在那边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那种怀旧的感觉 就想到这首很有名的这个歌曲 就是这个温泉香的晚歌 其实啊日本啊有非常多温泉对吗 对那温泉香从以前流到现在 大部分的特色就是中间一条河 对对不对 两边都老房子对对对对 中间的河可能可以划船 还会养井里 两边的树都是垂柳 对或是樱花树 樱花对那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呢 因为玉兆温泉那边就是接近日本的神话出发源地出云 就是那个勾玉有没有 所以玉兆的温泉街上很多都是勾玉的这个雕饰 或者是有这种神话的雕像 就像你去岗山你就一直看到Momotaro-san 对对对对对他们当地的名称 对对对对对 当然吃东西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非常丰盛完整的日本宴席 对对对 为什么你们出差还可以这样子 那个是我自己出完差之后要去请假 不用不用不用跟着回去是 因为总统已经回去了 那我就对就没有新闻了 我就先去泡个温泉 真的今天晚上的娱乐一世代 是一个跟着美国总统跑的男人 回到今晚的娱乐一世代 那个刚刚都在听你讲日本 对我知道因为你真的是很喜欢日本 那但他的英文名字叫巴黎 是的我是不是应该改名字了 你叫Japan Japan 日本 或者是叫Tokyo 对好那接下来这首歌 好像对你来讲蛮重要的对吗 对而且其实现在你说要改日本名字 我想改下面这个名字 我想叫做Ismo 你不觉得听起来非常的有一种神奇 很神奇的一种风情吗 初云 对因为我后来去了这个松江市 还有这玉兆之后呢 我刚才也说到松江跟玉兆 就是因为跟初云 这个日本神话发源地非常相近 所以有很多这个勾玉嘛 对 那另外提一下 就是松江市的那个松江城的天守 非常的值得一看 还是日本的十二天守之一这样子 当地还有这个小泉巴云 这个名作家写怪坛 所以很多日本的神话 或者这些妖怪都在里面 所以那个地方就是 有人在开玩笑说 那个地区就是鬼或是神 是比人多的 对其实就是妖怪村 就是后来台湾不是有模仿 那个日本人做那个妖怪村吗 那其实日本很多鬼怪故事嘛 那那些故事呢 在很多的 他们叫做乡野传奇之类的东西 这样在很多的地方 只要有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被发扬光大 发扬光大之后呢 他们就会变成很有商机 你知道吗 对 嗯 所以呢 我就从这个松江市 然后到玉兆 然后后来就到出云 去住一个晚上 那那边呢 出云当然就还有很丰富的历史遗产 它有一个博物馆可以参观 当然大家就很想知道 所谓那个出云大社 所谓出云就是他这个 真的是出到云端 就是古代那个神社是直接高到云上 这样子 那大家都说他一个传说 结果在这个博物馆里面 我还真的看到他有去当年挖掘到 就是他当年的九大柱子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光是那一小部分的柱子就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就表示如果说你有九根那么那么大的柱子 真的是可以撑起一个很高很高的神社 对 其实他包括那边的树 那边的树也都是那种 真的是让人心生敬畏 对 而且也可能因为他的树都很高 而且他也比较没有污染 他是一个比较属于乡间的地方 空气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人说一走到这个出云大社里面 就觉得整个这个心生心灵有洗滴的感觉 这个我又可以帮你这个稍微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通常这种地方日本人叫做灵气景点 灵气景点 就是一个灵气景点 就代表这个地方很有那种仙气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也去被仙气洗了一番这样子 所以你今天要播的这首歌是什么 对所以这首歌呢 其实是那个电影神影少女里面的一个插曲 叫做Kami Kamisama 就是很多很多的神 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出云那个地方就是很多的神 那出云那边还很有名一个地方就是他叫做道左之兵 大家应该有印象 在那边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叫做变天岛 那那个变天岛上面还有一个神社 那个地方就是神话里面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大国之神主神呢 是在那边去迎接来到日本的神明 然后呢开创了这个日本的神话 那这个大国主神也是后来他就因此而退营了 所以他就是住到出云大社里面去 所以那个地方是灵气景点 对然后他的日落也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我就是坐在那个道左之兵的海边 他就有一个让你观景台 这样子很多很多人 在当地人也都会坐在那边看 然后就日落慢慢下去 然后我就说他有灵气的感觉 又有海边 还有一个变天岛 他们还有神社 就很美很美 然后我就在那边坐坐坐坐坐到整个 我还拍一个唆时摄影 这样子 拍到整个太阳都不见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后悔了 我说没有路灯 日本有很多商家 商家是没有路灯的 然后我说怎么办 我要怎么回去 然后而且冷的非常快 然后我一摔的很担保 我就说我记得刚才有经过一家全家 我刚才想办法冲去全家 买雨衣好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 但是我在那个道主之兵 在等那个日落的时候 我就一直重复在耳机里面 听的就是这一首Kami Kami Sama 真的原来有这一段故事 所以这首歌你就一直听一直听 然后看着那个景色 百万神明登陆的感觉 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好刚刚提到日本的部分 主要是因为黄耀义 他跟着拜登总统去了日本 所以拜登总统回美国之后 他就留下来有自己的私人旅行 夏威夷我倒没有听说他今年有趣 没有 夏威夷是因为我在今年暑假的时候 因为实在工作太辛苦了 小小的犒赏自己一下 真好 所以在生日的时候我就去夏威夷 那去到我第一次去夏威夷本岛 就是叫做夏威夷大岛 通常大家去火怒怒怒怒 就是在欧湖岛 对对 那大岛那边很有趣 就是它有火山 然后而且它是火火山 那时候我住在那个所谓的叫做Vicanal House 然后它就是直接你可以看到 你窗户打开就是看到火山口 真的啊 对对 看到它当然是走还一段距离 但是不是好像听说现在在夏威夷也可以看到那个岩浆是吗 对还是可以看得到 对不对看得到那岩浆 是的 那所以说本岛它本身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自然生态国家公园 对那很有趣的是说呢 我们知道夏威夷这几年来 因为从过去的二三十年来呢 也有一个说原住民的这种主权的运动出现 那其实跟台湾也蛮类似的 就是自我认同的一个重新思考 那所以现在呢 学校里面也都会教夏威夷语 甚至呢 也有这个就是完全用夏威夷语来上课的学校 像我在那边我们聘请的一个导游 就是他就在跟我聊天 他说基本上其实他很多人都是混血吧 夏威夷我们知道很多日本人什么中国人都有移民过 韩国人也有 他说基本上他就是 还有杨丽花 真的吗 杨丽花啊 杨丽花在夏威夷是有房子的啊 对 你知道那个台湾的旅游团哦 到了那个檀香山哦 都会介绍说 那一道就是杨丽花的房子 原来 我还以为檀香山大家都去看什么国父的小学 因为那个孙中山跟欧巴马念同一所 所以他们是学长帝的关系 原来如此 对 然后所以我是在大岛嘛 然后在夏威夷的原住民 他们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自我认同的重新追寻 所以我那个导游他就说 基本上他的家族血统就是有这个拉丁人 然后有夏威夷原住民 也有中国血统 他说但是我不认同我中国的部分 这样子 我认同我原住民的部分 对 然后所以后来我在聊天 刚刚我那天穿的是一件台湾原住民的T恤 就是有图腾什么的 他说这个跟我们原住民的很像 我说对啊 如果你有看那个迪士尼的卡通 那个海洋奇缘 其实里面他那个 那个他们的祖先渡海的独木奏 对其实就南岛嘛 南岛的仪器 就跟台湾的这个非常非常的类似 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他还跟我说加油台湾这样子 所以他在这样子一个自我认同的情况之下 有这样的运动 那当然也有人就去写出这样的歌曲呢 希望可以再团结夏威夷各岛原住民 这首歌就叫做 All Hawaii Stand Together 这一首 所有的夏威夷人团结在一起 团结起来 我记得那个美国总统拜登 是不是有去印度 对对吧 所以他在九亿 你有去 对我也跟去 你也跟去了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体验 真的我好想去印度啊 我是人生第一次去印度 然后我当时就有做了很多的 会怕 因为会怕拉肚子 所以我打了很多很多的疫苗 也带了很多很多的泄药 当然没有用 还是还是拉肚子吗 对但我觉得除了跟他的这个食物跟饮水有关系之外 我是觉得空气也会 空气我过敏的很严重 然后但是他封位期间他都封了 所以其实空气还OK 因为那个时候是美国总统来了 G20国是更多 比G7更多国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特别的就是 我觉得除了饮水之外呢 食物方面是因为香料的关系 可能我们的肚子也不习惯他们的香料 对啊 其实印度一直在我的旅行计划里面 一直迟迟不能出发 大概就是这些原因 对 但我觉得一辈子去过一次 是一定要的 对啊 好所以最后呢选了一首印度的歌 是这个印度的歌曲呢 这个是我们知道保莱坞非常非常的有名 那这其实是保莱坞的这个一个电影里面的主题之一 那这个演唱歌手呢 叫做阿玛玛丽 他还不错 他还到美国的博客来音乐学院去深造过这样子 那当然他听到这种抒情的感觉 跟一般保莱坞的歌舞是不大一样的 是的 今天非常的谢谢哦 因为在节目中呢 我们听了这个黄耀毅他的故事 里面呢 当然随着那个美国总统拜登出访 然后呢 他也到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有很多新的感受 在工作之外 他也会为自己安排假期 所以大概每年会回来台湾一次吗 对 希望能够这样子持续下去 好 今晚来到娱乐一世代的是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黄耀毅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好多 谢谢你来 你的Twitter 要让大家加一下吗 可以啊 V-O-A-Y-Y-H